这期继续讲《黑车司机》50篇,从董子墨和龙文汉的交锋来看,智商余额不足的龙文汉很明显地落了下风,其实也和他做的这件事有关系,太下作,以他的身份地位,招招手,不知道多少女孩子会上钩,但是这次的确是脑袋被门挤了。 如果这是龙文汉的家里人知道,那么还有可能挽回的余地,比如说这是告诉龙佑轩,问题还是那句话,这么下作的是龙文汉敢开这个口吗? 董哥,你算定了,这小子不敢和家里人说吧。 墨小鱼笑道,他说与不说都无所谓,这件事他没那么容易脱身,这小子实在是太坏了。 董子墨恨恨恨地说道,墨小鱼心里想,龙文汉是坏,但是你董子墨就是真的为那个女孩讨回公道吗? 如果真的如此,就不应该拿那个女孩的名誉来做你做交易的筹码。 当然了,这话只能是自己想想,自己对龙文汉没什么好印象,死了活了都和自己无关,尤其是关系到罗家,现在龙文汉这么做,还真是应了罗家的猜测。 说不定哪天就会有很多龙家的子孙找上门呢? 是啊,是该收拾一下他了。 墨小鱼笑道,不再提这事,三人进了店里,蒙秋纳忙着倒茶。 三人上了二楼,喝着茶,话题回到了画廊上来。 小杰,我的画你怎么卖的? 几块钱一幅,我们这是画廊,是艺术,可不是卖白菜,我们不走量。 墨小鱼忍不住问道,哎,你不说我也会汇报的,二位老板都在呢,我刚好一次性汇报完了,稍等,我去拿账本。 姬圣洁这家伙还算是稳当,毕竟也是开过店的,这一套流程还可以。 片刻之后,姬圣洁拿着账本上了楼,故作恭敬地将账本递向了墨小鱼。 墨小鱼接过来打开一看,自己也有些惊讶了。 鱼哥,这些买家我都做了详细的登记,包括哪里来的,谁介绍来的,这上面登记的都很清楚,这一大半都是董哥介绍来的。 姬圣洁实话时说道,董哥,这些画不是你强迫人家买的吧? 墨小鱼看向董子墨,开玩笑道,废话,我能强迫那么多人买吗? 再说了,你看看这些买画的人,都是哪里的? 基本都是北京来的,我虽然在北京上学不假,但是我父亲是在唐州做官,人家就算是看我的面子买画,能图我什么? 我明白你的意思,这和老爷子没半毛钱关系,所以,你尽管放心。 董子墨说道,不管怎么说,你的功劳最大啊。 墨小鱼合起账本递给了姬圣洁,对董子墨说道,别,还是你画得好,你要是画得不着调,就算是我求人家来买一回,能有第二回吗? 你没看小杰的统计,很多都是来买了第二次呢,而且,还有不少人是七九八的人过来的,这些人鼻子灵着呢,他们说是因为今年的画展比赛,你是不是获奖了? 董子墨问道,墨小鱼点点头说道,可能吧? 这对了,现在画虽然卖得不是很贵,但是质量在那里摆着呢,你现在缺少的是炒作,缺少名气,这是我来想办法,你来画画,这回在唐州待几天吧。 董子墨问道,我也没说去哪儿啊,我还得上学呢,我能去哪儿? 墨小鱼奇怪问道,你拉倒吧,整天不是这里就是那里的,画画才是你的主页,这屋子里空了,你得赶紧填满,不然的话,我们这叫什么画廊,对吧? 董子墨不满地说道,好好,我怎么发现自己上了套呢,就像是那拉墨的小毛驴,上了套就得一直往前拉,你们俩倒是清闲了。 墨小鱼说道,哎,没办法,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,而你呢,是吃那碗饭的。 姬圣洁指了指旁边的画室,一切都为墨小鱼准备好了。 哎,完了,你们这群万恶的资本家,看来我是要被你们剥削死了。 墨小鱼哀叹道,董子墨和姬圣洁正在憧憬着墨小鱼将来成了伟大的画家后,一幅画能卖多少钱? 墨小鱼的手机响了,拿出来一看是动漫学打来的。 不好意思,接个电话。 墨小鱼笑笑,走进了玻璃房画室。 你猜是谁打来的电话? 董子墨问道,猜不到,这小子女人太多,但肯定是个女人,你看他那赢荡的表情就知道。 姬圣洁不屑地说道,别说他了,你的怎么样了? 董子墨指了指楼下,哎,别提了,人家根本就没这个心思,我看是没戏。 姬圣洁苦笑道。 自从把这蒙秋娜招进来后,姬圣洁就开始了对人家的追求,但是蒙秋娜是来干啥的? 怎么会和她搞在一起? 所以虽然姬圣洁是经理,可是蒙秋娜并没有屈服。 一直都是须与尾仪,让姬圣洁那个郁闷,但是无可奈何。 不行生你煮成熟饭得了。 董子墨坏笑着出主意说道,嘿,董哥,你这是害我的吧? 再说了,别说是生你煮成熟饭了。 现在这社会,你就是煮烂了都不一定能成,成了还有离婚的呢? 没用。 姬圣洁白白手否定了董子墨这个骚主意。 你得学学里面那家伙,风流倜傥,也没见他和谁结婚吧。 董子墨问道,他是耍流氓,再说了,我也没那本事,你看看他那样,估计这画画的事又得拖着了。 姬圣洁看到墨小鱼收了电话出来,说道,俩个人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墨小鱼走了过来, 看得墨小鱼莫名其妙,问道,这么看着我干什么?我脸上有花啊。 你这是要出去? 董子墨问道,嗯,有点事出去处理下,你们下午没事吗? 墨小鱼边拿衣服边问道,我们没事啊,要不这样吧,我们和你一去处理一下你的事,看看能不能帮你的忙。 姬圣洁问道,谢了,我的事我自己可以处理,不用你们,花的事我会尽快补上的。 不过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,你们要学会饥饿营销,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就有,这不是画廊,这是超市。 墨小鱼说完,拿起衣服下了楼。 出了门,墨小鱼才感觉到有点头大,杜曼雪约自己出来一起吃饭,但是吃饭的地点是在没加菜,而陪着他吃饭的人自然是饥渴心了。 虽然路上有点磨蹭,但是这么点路,迟早还是会到的。 这不,远远地就看到了梅韵韵站在玻璃门里面,但是她依然是一身旗袍,不过这一次的旗袍不再是那么素雅,倒是有点喜庆的味道了。 墨小鱼到了门口,她亲自给她拉开了门。 来晚了吧,都在屋里等你呢。 梅韵韵朝着里面的包间挪了挪嘴,说道,没打起来吗? 墨小鱼笑问道,打起来,他们俩干嘛打,他们不是很好的姐妹吗? 我看着有说有笑的,不像是要吵架。 梅韵韵也是实在,没听出来墨小鱼话里有话。 开玩笑呢,老爷子还好吗? 不是很好,神经衰弱,晚上失眠得厉害。 一提到自己老爹,梅韵韵一声叹息道,这么严重,在店里吗? 墨小鱼问道,没有,她现在也就是白天能睡一回,我让她在家里休息呢。 哦,待会这边完事了,我去看看她,你们家在哪儿住,还是原来那个院子吗? 墨小鱼问道,不是,换了地方了。 说话间,到了包间的门口,墨小鱼停顿了一下,敲了敲门,这才推门进去。 不过先是探头进去,看了看情况,后面的梅韵韵不禁扑呲一声笑了。 你在门口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? 杜曼雪问道,墨小鱼这才只起身来走了进去。 陪笑道,我看看这门上是不是放着什么东西呢?万一扣在头上就不好了。 切,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? 哎,云韵你别走,进来坐会吧,这个点也没多少人了吧。 姬可欣叫住了想要离开的梅云韵,说道,你们先聊,我去泡壶好茶来。 梅云韵在门外笑笑说道。 墨小鱼进了门,然后坐在了门口的位置,正面是杜曼雪,左边是姬可欣。 这两人相互看了看,一起看向了墨小鱼,问道,你和这个老板娘没什么吧? 墨小鱼看向杜曼雪,说道,杜姐,你们说什么呢?我怎么可能和她?大家不是朋友吗?怎么会干这事呢? 得了吧,我们来,这里就是给泡一般的茶,你来了,她去泡一壶好茶,这明显是有区别呀。 说吧,我们都这样了,还有什么不能说的? 姬可欣看向墨小鱼,逼问道,真的没什么事,是你们想多了。 墨小鱼辩解道,但愿是我们想多了吧。 小鱼,其实这老板娘不错,真的,你要是真的有本事,能拿下来。 我倒是佩服你了,老板娘是个做生意的材料,精打细算。 据说现在已经是唐州市最赚钱的饭店了,而且正在筹划第二家分店,你找了它,可就是抱住了一棵摇钱树啊,我们俩都不行。 杜曼雪话里带刺地说道,杜姐,你这话我真的不明白了,那个,你们这是吃完了,还是没吃呢? 墨小鱼看着桌子上光光的,好像还没吃饭,赶紧把话题转移到了吃上。 旁顾左右而言他,看来你的心里真是有鬼呀,姬可欣冷笑道。 此时传来了敲门声,姬可欣停止了话头,然后梅芸蕴端着一壶茶,推门进来了。 梅老板,谢谢了,你这回也不忙了,陪我们坐下聊聊呗。 杜曼雪指着自己和墨小鱼之间的座位,说道。 梅芸芸迟疑了一下,终究还是坐下了,几位吃点什么,还没点菜呢? 要不然,我让后厨按照标准做吧,店里又开发了几样新菜,各位尝尝。 梅老板,我们吃什么都行,没那多讲究。 姬可欣说道。 那好,我让后厨去坐。 梅芸芸刚刚坐下,就又起身想走,因为她看得出来,一个政府高官,一个电视台的热门主持人,中间坐着一个墨小鱼,看来是有事要谈。 自己在这里实在是不合适。 梅老板,点完菜再回来,陪我们聊聊。 杜曼雪坚决不肯就此放过梅芸芸,墨小鱼心里一阵凄苦,这两人这是怎么了?斗气归斗气。 自己和梅芸芸要是真的有这回事,那就算了,但是自己和梅芸芸真的没什么。 把人家牵扯进来实在是不好看。 梅芸芸出去后,墨小鱼站起身,挨个给姬可欣和杜曼雪倒了茶。 这才说道,两位都是我的大姐,又是我的红颜之己。 咱有事说事,别这么趁着好吧,再说了,你们要是觉得不合适,我们可以找个大点的床,躺在床上,坦诚相对,有一说一,谁也别藏着掖着,这样好不好? 好啊,你过来,我问问你。 杜曼雪拿出手机,朝着墨小鱼招了招手,说道。 墨小鱼不明所以,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但是看向姬可欣时,发现这个女人笑得阴瑟瑟的,不由得心里一阵嘀咕,但是毫无疑问,没什么好事。 过来啊!杜曼雪催促道。 墨小鱼无奈,只能是慢慢挪了过去,刚想坐下,但是被杜曼雪一下子摁住了肩膀。 墨小鱼没防备,扑通一声,跪在了地上。 墨小鱼刚想起来,但是被杜曼雪摁住了肩膀,同时拿出了手机,墨小鱼看到的手机画面时,差点晕过去,都忘了挣扎着站起来了。 说吧,这是谁?哪来的小丫头骗子?杜曼雪问道。 这照片是哪来的?墨小鱼试探着问道。 哪来的你先不要管,我就是想问问,这丫头是谁?你们什么关系? 杜曼雪不依不饶地问道。 也不是谁,我和她没什么关系。 墨小鱼,我再问你最后一次,她是谁?你们什么关系?你的眼里,要是还有我何机可心? 你就老实回答,否则,出了这个门,你我一刀两断,咱们再无牵扯。 爱,是你,和她再无牵扯,不要把我扯上,我无所谓,小鱼,真的我无所谓。 我不必问你那是谁,是她,非得让你亲口说出来,这是和我可没关系。 姬可心临阵倒戈,气得杜曼雪脸色飞红,恨不得先放墨小鱼一马,去和姬可心算账。 自己和顾依依的合影什么时候到了杜曼雪的手里,而且自己和顾依依什么时候合过影都不记得了。 这是来得太突然,墨小鱼想编个理由都来不及,要不要给你几分钟时间好好给我编一个故事。 杜曼雪冷笑道,要,不,我不是那个意思,其实这是你是知道的,她,她不就是那个谁吗? 墨小鱼想说,但是没想好怎么说,另外也不知道杜曼雪知道多少,所以一时间有点拿不定主意了。 谁啊,说啊,杜曼雪啪的一声,把手机拍在了桌子上,也不知道坏了没有。 她叫顾依依,一个山区的学生,还是你找了关系,把她送进唐州义中的吗?我以为你知道的,你忘了。 墨小鱼问道,墨小鱼以为事情到这里就差不多了,但是万万没想到,事情远没有结束。 墨小鱼看向饥渴心,发现这娘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,她这里因为紧张和无奈,被杜曼雪按着跪在地上。 她倒好,一壶好茶,被她自己快喝完了,一点都不管墨小鱼的死活。 我没忘啊,没错,是我帮了忙,开始时我还以为你真是个好人,居然能这么帮人家。 没想到是居心叵测啊,是不是帮了人家,就得把人家搞上床啊?杜曼雪恨恨地问道,冤枉啊杜姐,我哪有?墨小鱼说道。 但是墨小鱼话没说完,杜曼雪把把手机翻了过来,墨小鱼看过去。 这下,墨小鱼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 另外,她算是恨死顾依依了。 这个小狐狸精什么时候照的这些照片,这张是床照,墨小鱼睡得呼呼的。 而顾依依则是在自拍,从照片上看,墨小鱼赤裹着上身,下面看不到。 但是顾依依只是录到了乡间的位置,下面怎么样也看不到,一切都刚刚好,角度也很合适。 这怎么解释?杜曼雪问道。 墨小鱼眉之声,看向了饥渴心,发现她泰然自若,对于这些照片充耳不闻,墨小鱼明白了。 看来这是他们俩之前早就通过气了,说不定就是昨晚达成了一致共识,今天这时来对自己进行突然袭击和清算来了。 墨小鱼很想知道这部手机里还有多少自己不知道的信息,但是很明显,自己不说实话,杜曼雪是饶不了自己的。 但是交代一些没有被杜曼雪知道的事,也不是墨小鱼愿意的。 所以就这么僵住了,三人不吭声,就这么一直挺着。 哪知道这一次,墨运运只是敲了一下门,就推门而入了,正好看到墨小鱼还跪在地面上。 哦,不好意思,你们还没谈完呢,我再去催催菜。 墨运运认为自己看到了不该看的,所以急于撤出房门。 梅老板,等一下,既然来了,就做会吧,我们也没其他的事了。 杜曼雪说道,三个女人就这么聊起天来,丝毫没在意那里还跪着一个墨小鱼,而三个女人中,除了没云运,杜曼雪和姬可欣看都不看墨小鱼一眼。 墨小鱼今天的脸面算是丢尽了,在姬可欣和杜曼雪面前,无论怎么做都可以,毕竟他们之间早就是情人了,但是梅运运在这里,自己和她可没那种关系。 墨小鱼觉得,他们俩实在是有些过分了。 见没人理会自己,墨小鱼觉得也挺没劲的,于是不哼不哈地站起了身,拿过放在椅子上的衣服,默默地走了出去。 这下,杜曼雪和姬可欣两个人傻眼了,以他们对她的了解,这家伙的脸皮那么厚,可能会承认,也可能死扛到底,但是这个结果是没想到的。 她,她怎么走了? 姬可欣指着门外,问杜曼雪道。 杜曼雪颇为恼火,生气地说道,我怎么知道,走就走吧,都走了才好呢。 梅韵韵此时算是看出来了,墨小鱼和这两位的关系,怕是不一般。 虽然她猜到了,墨小鱼和他们的关系不一般,可是万万没想到,这两人居然还能这么坐着喝茶,真是看不透这些人怎么想的。 要不,要不我把她追回来。 梅韵韵此时插话道,你,你和她很熟吗? 杜曼雪问道,话里带着一股子火药味,梅韵韵还从来没见过这位雍容华贵的贵妇人这样说过话,而且大家都是朋友,不用这么刻薄吧。 我和她认识还是因为二位呢,怎么可能比你们还熟,不过莫先生的确是帮过我,我和我爸爸都很感激她。 梅韵韵解释道,感激,没有以身相许吧。 姬可欣笑道,梅韵韵的脸皮薄,一下子被姬可欣说红了脸,不知道怎么接下面的话了。 墨小鱼走出了梅家菜,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,车水马龙,异常地繁华。 但是墨小鱼从来没有这么落寞过,因为在她的心里,杜曼学早就排在了第一位,她一直都是被她宠着,爱着,从没想到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,其实这也是正常。 因为无论怎么说,杜曼学也是女人吧。 身后传来了急促的高跟鞋的声音,墨小鱼漫不经心地回头看去,发现是梅韵韵追了出来。 说实话,她多么想看追自己的是渡漫学。 怎么走这么快? 梅韵韵气喘吁吁地问道,因为才裁剪得当,再加上梅韵韵的玲珑身材,凹凸有致,让墨小鱼看直了眼。 找我有事?还是来看我笑话? 墨小鱼满不在乎地问道,我什么时候看过你的笑话,你们怎么回事我不知道,但是你这么一走了之,就能解决问题了。 梅韵韵皱眉说道,你是来劝我回去认错道歉吗? 墨小鱼赌气地问道,我没那个义务,你不是说要我看我父亲吗?走吧,前面不远了。 梅韵韵说道,对对,差点忘了。 墨小鱼和梅韵韵并肩走在大街上,墨小鱼不时地看一眼梅韵韵,想要说点什么,但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 你要是想解释一下呢?我可以做一个称职的听众。 如果你不想解释,也没必要在心里有个结,我没那么大的好奇心。 再说了,无论怎么样,让自己的男人在那样的场合跪着,都不是一个智慧的女人该做的事。 你说呢? 梅韵韵挑衅地看向墨小鱼。 我是不小心的,墨小鱼想解释一下,但是发现这个问题解释不清楚,越解释越麻烦。 不过我对你倒是很佩服啊,原来使我以为你仅仅是和杜曼雪有点关系,想不到连唐州电视台的女主播你都能上手,看来我真是小看你了。 梅韵韵鱿鱼道,行了,你就不要讽刺我了。 墨小鱼苦笑道,梅韵韵笑笑,不再说这事了,梅韵韵在离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,就连梅文化的手机号码都换了,这才稍微安静了些,要不然她那个诗书就是阴魂不散。 每日里不停地打电话骚扰梅文化。 墨小鱼和梅韵韵进门时,梅文化正在阳台上晒太阳,本来是昏昏欲睡,听到有人进门,回头一看,发现是墨小鱼来了,顿时来了精神,想要站起来,但是被墨小鱼跑过去按下了。 老爷子,身体怎么样? 墨小鱼问道。 还行,精神不如以前了,老了。 梅文化说道。 早着呢,这才到哪里。 墨小鱼说着,接过梅韵韵递过来的凳子,坐在了梅文化身边。 哎,我的身体我知道,你也不用安慰我,我又不是怕死的人,无所谓了,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她了,到现在了,也没找个好人家嫁了,我不能闭眼啊。 老头说着,看向了女儿梅韵韵。 爹,你又说啥呢?过去的苦日子,我们都过来了,你现在倒是越活越没信心了。 梅韵韵不满地说道,上前为她整了整领子。 听到梅,我理解得没错的话,老爷子是说你找不到对象,她就一直活着,我看梅姐,你还是不要找对象了。 墨小鱼笑道。 昏小子,好好地画到你嘴里,就变了胃了。 梅文化笑道,没想到这笑一下还引起了剧烈的咳嗽,一直咳嗽了一分钟,这才慢慢缓过来。 我看,你这烟不能再抽了。 墨小鱼看向老头身边的一盒烟,说道。 老毛病了,不抽死得更快。 梅文化摇摇头说道。 此时梅韵韵的电话响了,店里有事,需要她去处理。 梅姐,你先去忙吧,我在这里陪老爷子聊一会。 墨小鱼说道。 那麻烦你了,我去看看什么事,待会就回来。 梅韵韵说完,急匆匆地开门出去了。 墨小鱼烧水泡了壶茶,端到了阳台的小桌上,给梅文化倒了一杯,自己也倒了一杯。 不急着喝,墨小鱼觉得梅文化似乎是有话要说。 你回来就好了,我有件事,想要请你帮忙。 梅文化说道。 老爷子,您客气了,说吧,什么事,只要是我能办到,绝不会推辞。 墨小鱼信誓旦旦地说道。 不难办,我只是不想给云云带来麻烦,你知道我那个师弟的事吧? 梅文化问道。 知道,现在还在缠着你吗? 墨小鱼问道。 他是不打目的,是不罢休了,我担心这本菜谱落到他的手里,他会用来做其他事。 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本菜谱里到底有什么东西。 梅文化说道。 过了一会,梅文化示意墨小鱼扶起他,一起走进了梅文化的卧室。 梅文化在墨小鱼的注视下,坐在桌子前,拿出一叠纸,用毛笔开始在纸上写字。 但是这些字都是一道道菜的菜谱,用料,及操作方法,注意事项等等,都写得很规整。 一个小时后,这些菜谱都写完了,让墨小鱼很奇怪的是,这本菜谱的写作方式。 比如说,有的一张纸上写得比较急,如果不是梅文化的小铠还可以,恐怕是写不开的。 但是有的一页纸也就是几十个字,本可以继续写下去,但是梅文化早就换了一页纸。 这样的情况很多,有的地方写字时是横着的。 当然,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而已。 我师父传下来的那本菜谱被我给了我师弟了,但是不知道那本菜谱怎么了,现在肯定不在我师弟手里了,否则不会再来这里找我要。 但是那本菜谱我看了几十年,早就烂书于心了,但是我怕自己老了,或者是哪天忽然糊涂了,就真的记不起来了。 梅文化解释道,您老的意思是让我替云姐保管。 墨小鱼问道,没错,说实话,我是冒了风险的,但是那几个小混混来店里闹的时候,是你出来摆平了事情,所以我认定你还算是个有良心的人,我也相信,你不会坑云云。 梅文化慢慢地说道,这菜谱写得有点意思,墨小鱼指着菜谱里参差不齐的长短句以及书写方式,说道。 那本菜谱我看了几十年,可以说对那本菜谱上的每个字我都是烂书于心的。 这本菜谱就是和那本一模一样的,我虽然不知道这里面到底隐含着什么秘密,但是我断定,我师弟三方五次来要这东西,事情怕是没那么简单。 梅文化沉吟道,行吧,我帮这个忙,到时候一定会还给云姐的。 墨小鱼信誓旦旦地说道,梅文化看向墨小鱼,紧紧地盯着他,看了一分钟的时间,终于忍不住开了口,说道。 你是个大学生,但是云云也不是草包,他虽然上学时这里一阵那里一阵的,但是他很聪明,不但自学了大学的课程,还考过了会计师,你和他,不试试。 梅文化严肃地问道。 这下把墨小鱼给问住了,愣了一会,他才善善地说道,大叔,你这时候和我说这话,这不是明摆着让我高攀吗? 云姐不说是亿万富婆,那也是千万富婆了。 我这,男人的自尊,这关也是很难过的。 梅文化看着墨小鱼这戚戚戴戴的样子,说道,我说的是事一事,又没说让你们俩现在就结婚,云云现在是我唯一的心事了。 爱,不把它安顿好,我死不瞑目。 还是那句话,您要是这么说,云姐也不会结婚的,您老就结结实实地活着,你说的那日子没准很快就来了呢。 墨小鱼说道,墨小鱼陪了梅文化一下午,一直到傍晚时分,没孕孕才回来,也只是回来给梅文化做饭吃,然后还得去店里,现在正是店里最忙的时候。 我爸爸下午和你说什么了?下楼时,梅韵韵忽然问墨小鱼道,没什么,就是瞎聊而已。墨小鱼的怀里藏着梅文化给她的那本菜谱,墨小鱼虽然不知道这本菜谱到底有什么蹊跷之处,但是既然梅文化这么重视,那就替她好好保管着,也不枉她对自己这么信任。 真的?没说点别的?梅韵韵不幸地问道,真的没有?你想说什么呀?墨小鱼看向梅韵韵问道,没什么,我只是觉得不大对劲,别忘了,女人是有直觉的,我爸爸什么样的人,我最知道了。 之前她一直都是很紧张,刚刚我回来做饭时,看她就很放松,好像放下了什么是似的。 梅韵韵说道,真的没什么,但是也有件事,我不好说,说了怕你骂我。 墨小鱼笑笑说道,既然怕我骂你,那就不要说了。 梅韵韵脸一红,知道这家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 不说也不行啊,这是你家老爷子的意思。 墨小鱼说道,什么意思? 梅韵韵停住了脚步,问道,老爷子说,让我和你交往试试,你说这是什么事啊? 墨小鱼也尴尬地笑笑,说道,不可能。 梅韵韵的脸更加地红了,火辣辣的,但是此时在楼道里,光线有点暗,恰好掩盖了她的尴尬。 可不可能你回来问问不就知道了? 再说了,我会拿这事骗你玩啊。 墨小鱼不满地说道,好像自己在骗她似的。 你还是先处理好你自己的事再说吧,极可心还在饭店等你呢? 我看看今天这事你怎么处理吧。 梅韵韵说完,走出了楼道,墨小鱼也跟了上去。 但是走了没多远,墨小鱼停住了脚步,猛然间回过头来,向后看去。 怎么了? 梅韵韵见墨小鱼停下了,也停住了脚步,回头问道。 墨小鱼往身后看了看,然后说道,没事,可能是我错觉吧,总感觉背后有人在盯着我。 你不要吓我,没事吧? 梅韵韵说着,向墨小鱼身边躲了躲,说道。 墨小鱼又仔细地看了一回,这才转过身,拍了拍梅韵韵的肩膀,说道,没事,可能是我最近太累了,所以疑神疑鬼的。 你这段时间去哪了?人不露面,变化也没有。 梅韵韵小声问道,没事,就是出去了几天而已,我说,我们还是按照老爷子的意思交往事实。 你这不是挺关心我的吗? 墨小鱼说道,是是,哼,你先处理了眼前的事再说吧。 奴,等着你呢? 这时已经到了店门口,饥可心居然在店门口里面坐着呢。 没看到杜曼雪,墨小鱼的心里稍微放松一些,今天算是把杜曼雪得罪惨了。 不过从饥可心没走来看,这是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。 墨小鱼推门进去,看了眼饥可心,说道,等我。 哎,我算是看透了,这男人啊,做了错事,就得死活扛着。 你看看你,明明是你错了,你还死活扛着,到了最后,反倒是成了他的不是了。 这不,他开会去了,让我在这里等你回来,你说,这是有地方说理去吗? 饥可心摇头晃脑,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 墨小鱼一听这话,心里就有底了,毫不理会饥可心的风凉话,静直去了包间里。 过了一会,饥可心端着一壶茶进来了,还关上了门,将茶壶推向了墨小鱼。 不喝了,喝了一下午茶了,撑死了。 墨小鱼说道,你说说你,做坏事就做坏事,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? 还让人给抓住,昨晚要不是我来摁着,昨晚就找你算账了。 饥可心开始数落墨小鱼道,什么意思? 对了,那些照片,他哪来的? 墨小鱼很奇怪,杜曼雪是一个领导,平时忙得和狗似的,怎么会捣鼓出那些照片来? 杜小婉给他的。 饥可心悠悠地说道。 杜小婉? 哦,我明白怎么回事了,顾依依这丫头,回去我非得找她,算账不可。 墨小鱼气愤地说道。 算什么账啊,既然这是挑开了,就这么着吧。 不过,那丫头还不错,你知道杜曼雪为什么那么恼火吗? 我和你的是她也知道,但是也没那么大火气吧,怎么这一个小丫头骗子,她就那么恼火? 饥可心坏坏地笑道。 墨小鱼一愣,问道,什么意思? 哎,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装不懂? 我当然是真的不懂了。 她怎么了? 墨小鱼很想知道这次杜曼雪为何反应这么大。 哎,很简单的是吗? 她比我大,但是我们还算是同辈人,但是那个小丫头呢? 她是和杜小婉一个时代的人,你和那个小丫头,这说明啥? 啊,这说明你开始嫌她老了。 饥可心说道。 屁话,我,我什么时候嫌她老了? 墨小鱼感觉这简直是在胡扯,但是仔细一想,杜曼雪这么想也是对的,无可厚非。 这中间的牵扯墨小鱼还不知道,饥可心也没详细说,其实让杜曼雪这么恼火的,还有一件事,那就是她在自己侄女面前下不来台。 昨天杜曼雪被墨小鱼送去了杜曼雪那里,下午时杜曼雪下了班,刚刚回到家,还在和杜曼雪聊天,这时候杜小婉来了,见到杜曼雪后,神神秘秘地想要和她说话。 杜曼雪和这个侄女因为就她爸爸出来这事,打得火热起来,杜曼雪平时也很疼这个侄女,两人的交往日多,渐渐变成了闺蜜。 姑姑,你答应我,看到了接下来的事情不要生气,有什么事心平气和地处理,好吗? 杜小婉把杜曼雪叫到了二楼的卧室,没说事前,先把规矩讲好了。 小丫头,什么事啊,你是不是在外面闯祸了? 没事,告诉姑姑,姑姑帮你处理。 杜曼雪笑笑说道,不是我,是,是你的那个男朋友。 杜小婉戚戚爱爱地说道,我的男朋友,你说的是墨小鱼? 杜曼雪心里一沉,问道,开始时还以为墨小鱼把杜小婉怎么了呢? 杜小婉点点头,把手机递给了杜曼雪,说道,姑姑,你自己看吧。 杜曼雪狐疑地接过来手机,发现杜小婉早就调出了照片,杜曼雪的头一下子就大了,一张一张地翻看,直到最后一张,杜曼雪那个气啊。 这哪来的?这个女孩是我的同学,和我关系还很好呢?今天中午的时候,我们在操场玩的时候,她向我炫耀她的男朋友是画家来着,上厕所时,我替她拿着手机,偷偷发到我自己手机上的。 姑姑,你们,分手了。杜小婉问道,其实,虽然她父亲的事她没参与,但她又不是小孩子了。 大人没事,老是在商量怎么救她父亲,所以她知道,墨小鱼在这件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。 其实她对墨小鱼在心里是感激的,也很有好感,但是这一次,杜曼雪把照片发到自己手机上,本想立刻去找墨小鱼的。 但是又一想,这是或许饥可心知道,于是暂时按下怒火,把杜小婉送走后和饥可心商量怎么办。 墨小鱼算是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,问题还是出在顾依依这丫头身上。 哎,这事也难怪,少男少女,有个小秘密总想着和谁分享一下。 顾依依在这里也就是和杜小婉的关系还不错,所以这件事也就理所当然了。 你说你也是,这样的事你做了就做了,还留下证据,所以,你不死谁死。 姬可心白了一眼墨小鱼,说道。 我说过了,那照片的事我不知道,都是那小丫头偷偷拍的。 墨小鱼狡辩道。 得得得,你还在狡辩是吧? 那好,我问你,杜曼雪说参加了你的画廊开业。 她说,她看到几张人体画,看上去和这个小姑娘是一个人。 这没错吧,墨小鱼,你真够可以的。 不但上了人家,还让人家脱光了,供你画画,你这价值利用得挺到位啊。 姬可心讽刺地说道。 这下,墨小鱼无话可说了。 的确是这样,当时杜曼雪可能没见过顾依依,所以不知道那是谁。 她记得当时杜曼雪还想问这女孩是谁来着,让自己给搪塞过去了。 没想到在这里出了漏子。 姬可心看到墨小鱼吃瘪的样子,心想,让你嘴硬,终于没话说了吧。 于是说道。 所以,回去认个错,把事讲清楚,否则,你完蛋了。 你呢?你去哪? 墨小鱼猛然间想起,姬可心的别墅里被自己糟蹋得一塌糊涂。 要是姬可心回去看到那个场面,还不得疯了。 我去啊,我能去啊,回自己家呗。 再说了,今晚你不知道要遭什么罪呢,我就不去了。 看着心疼。 姬可心阴阳怪气地说道。 不行,你还是先不要回去了。 你刚刚回来,墨英泽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况还不明朗。 我在找人摸摸底再说,你一个人在那里住我不放心。 墨小鱼说道。 我一个人。 姬圣洁不在那里住。 姬可心问道。 她现在在追我们画廊的一个女孩,没日没夜的,不知道啥时候回去呢?过几天再回去吧。 墨小鱼极力劝说姬可心不要回去,连带着的恐吓了。 姬可心看墨小鱼说得真诚,也没多心,心想也是,虽然那个混蛋台长掉离了,但是墨英泽那个混蛋还在呢,自己要是一个人落了单,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呢。 这个混蛋,一直都是这样,分不清轻重缓急。 姬可心咒骂了一句姬圣洁,决定和墨小鱼一起回杜曼雪的住处。 回去是回去,但是怎么和杜曼雪说好这事,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要怎么解释才能让杜曼雪不计前嫌呢? 我们走了,明天再来吃饭。 出门时,墨小鱼向梅云韵打招呼道。 梅云韵笑笑,和姬可心打了个招呼,但是没理会墨小鱼,搞得墨小鱼也很尴尬。 看着墨小鱼和姬可心一起消失在夜幕里,梅云云心里一阵落寞。 这个王八蛋,刚刚还说和我怎么着呢? 转脸带着别人的女人回家上床了,男人果然是没有好东西。 墨小鱼和姬可心回到家时,杜曼雪早就回来了。 见墨小鱼进来,生气地转身上楼了。 姬可心推了一把墨小鱼,示意她赶紧追上去,而她则是坐在了沙发里,喝茶看电视去了,再也不管墨小鱼的死活了。 细细想来,在墨小鱼经历过的这些女人中,除了罗家,她还真的没有哄过谁。 都是这些女人哄着她,宠着她,但是现在居然要她去哄动漫血。 墨小鱼心里觉得,那个别扭啊。 但是事到如今,前面就是有地雷,也得往前趟啊。 墨小鱼看到杜曼雪的房间关着门,还以为反锁了呢。 但是推了一下,发现门并没有反锁,一推就开了,心里暗暗窃喜。 这时还有门,否则直接反锁门,不让进来就是了。 可是屋里没开灯,屋漆麻黑的,什么都看不见。 此时墨小鱼的夜视能力又完蛋了,没任何效果。 只能是呆呆地在门口站着,一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,这才关上门。 走到了床前,她隐约看到杜曼雪裹着被子,睡在床里面,甚至还给她留出了位置。 墨小鱼坐在床边,伸手搭在杜曼雪身上,但是被杜曼雪凝了一下身体,甩掉了身上的手。 墨小鱼预为尴尬,现在唯一对她有利的就是环境了,这里只有他们俩。 说多不要脸的话都没人知道,也不怕人笑话,而且这屋里一片漆黑。 人在黑暗中可以不要脸,羞耻感会降低很多,所以男女办事实一般也是关掉灯,这样会更加地暧昧而不用担心尴尬。 对不起,这是事我不对,我不该瞒着你的。 但是这是说起来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。 墨小鱼说道,那就说三句四句五句,总能说清楚吧。 杜曼雪一个翻身坐了起来,看着黑暗里的墨小鱼,说道。 墨小鱼见杜曼雪和自己说话了,这事就有门,最怕就是那种你说一百句,她根本就不搭理你,那就完蛋了,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交流的。 一个人说那不叫交流,那叫倾诉。 你真想听。 墨小鱼问道,是,我倒是想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话来。 杜曼雪伸手按开了床头灯,墨小鱼一下子闭上了眼,光线地突然发光,让她有点措手不及。 睁开眼看着我,是不是觉得没脸见我? 我对你那么好,你居然背着我干出这种事来,饥渴心的是,我没纠缠吧? 你们怎么鬼混我都是睁一眼闭一眼,而你呢?变本加厉了是吧? 墨小鱼,换位思考一下,要是我这样,你还会出现在这里吗? 杜曼雪声音低沉,但是每一句都敲打着墨小鱼的心房,让她倍感压力。 墨小鱼睁眼看着杜曼雪,说道,不管我接下来说的话,你信与不信,我说的都是真的。 你说吧,我不是三岁小孩了,明辨是非的能力还是有的,不过,你不要想着骗我。 杜曼雪说道,墨小鱼点点头,把怎么认识顾可可,然后怎么去了苗江, 然后接下来和故事姐妹发生的事都一一讲给了她听,开始时,杜曼雪还认真在听。 但是到了后来,杜曼雪打了个哈欠,很明显,她认为墨小鱼是在胡扯。 前因后果就是这样了。 墨小鱼说完后,看了一眼缩在被窝里的杜曼雪,说道, 嗯,不错,故事编得很精彩,墨小鱼,你不去做编剧都可惜了,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? 给我滚出去,我不想再看见你。 杜曼雪说道,杜姐,我要怎么样你,才能信我。 墨小鱼也急了,这可是自己真心话,但是被杜曼雪看作是在糊弄她。 你不是说你被吓鼓了吗? 你叫她来,也给我吓一下试试,小丫头骗子,就是个骗子,你也是个骗子。 杜曼雪厌恶地说道,那可不是闹着玩的,好吧,我本来也不想吓唬你,但是你既然不信我,我就展示一点点,让你看看到底我是不是在撒谎。 墨小鱼说道,好啊,来吧,我看看你能不能说动我。 墨小鱼,如果你有本事说服我,你以后爱咋地就咋地,我都不会再管你,否则,给我滚出去,你我恩断义绝,再无牵扯。 杜曼雪觉得自己给了墨小鱼一次机会,但是这个家伙还在骗自己,以后还不知道怎么骗自己呢。 我怕你害怕。 墨小鱼说道,我害怕。 是啊,我真的好怕啊,你把我当小孩玩弄于鼓掌之间,我才是真的害怕呢。 杜曼雪说道,墨小鱼无奈,说道,我虽然被那小丫头要挟,但是她对我还算是不错,教了我不少东西,其中一样就是养那些虫子之类的东西。 杜曼雪还是不信墨小鱼的废话,但是她今天打定了主意,一定要把墨小鱼这个骗子纠正过来,不能任由其继续发展下去,否则将来不知道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骗子呢。 杜曼雪看着墨小鱼,看看她到底能变出什么花样来,墨小鱼也看着她,但是看她的眼神里似乎只有嘲笑,墨小鱼也恼火了,我怎么说你都不信,这可不怪我。 于是向她伸出了手,杜曼雪冷眼旁观,根本不理会她,但是就在此时,杜曼雪真真切切地看到一条金色的小蛇从她的袖口爬了出来,一直爬到了她的手指上,在各个手指缝里缠绕着,悠然自得。 开始时,杜曼雪以为这是幻觉,不由地坐直了身体,然后使劲擦了擦自己的眼睛。 当她确定那真的是一条小蛇时,这才放声惨叫起来。 姬可欣正在看电视,这么久了,上面没啥动静,还以为墨小鱼把杜曼雪搞定了呢? 但是听着动静,也不像是干那啥事时该发出的声音啊。 八卦之心熊熊燃烧了起来,于是悄陌生地上了楼,小心地贴在了杜曼雪卧室的门前,仔细听着里面的声音,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 拿走,快拿走,我信了,我相信你了,快点拿走,杜曼雪忙不迟迭地说道。 墨小鱼收了起来,然后就看不到那条小蛇了。 过了好一会,杜曼雪才缓过来,看着墨小鱼的手,问道,那玩意是真的? 嗯,是真的,我这次出国,救过我的命,那个小姑娘叫顾依依,就是她养的这些东西。 墨小鱼说道,你说的都是真的?杜曼雪战战兢兢地问道,我可能有些是没说实话,但是有些话我说的都是真的,就是,我喜欢你,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,永远都不老。 墨小鱼上前,伸手,想要去拉杜曼雪,哪知道杜曼雪向后缩去,坚决不肯让墨小鱼再碰她。 你,你别碰我,我害怕。 杜曼雪说道,没了,她走了,只有我需要她的时候,她才回来。 墨小鱼拍了拍自己的身上,说道,她,她去哪了?杜曼雪很害怕地问道,可能就在这里屋里吧,我也不知道,但是现在不在我身上了,你肯原谅我了吗? 墨小鱼问道,不行,我不信,你快点把她丢出去。 杜曼雪说道,丢出去就冻死了,让她听见会来找你的。 墨小鱼不再说话,伸手关掉了灯,迅速地脱掉衣服,钻进了杜曼雪的被窝。 杜曼雪在屋里很久了,所以身上很暖和,但是墨小鱼是从外面来的,身上很凉。 这一下来了个冰火两重天,杜曼雪又开始尖叫起来,但是还没叫出几声,就被墨小鱼的大嘴封住了嘴巴。 非但是如此,墨小鱼手脚并用,将杜曼雪身上的睡衣脱了个金光,这样就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征服她的步伐了。 当饥渴欣在门外听到了里面大床的枝呀声时,就知道今晚没事了,看了一会电视就回屋睡觉去了,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,自己脱了衣服,钻进被窝里后,觉得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被窝里蠕动。 开始是以为是错觉,但是伸手一摸,冰冷的一个长条状的东西,开了床头灯一看,吓得她灵魂出窍,叫声比杜曼雪还惨。 也不管穿没穿衣服了,直接跳了起来,尖叫着冲出了房间,在这栋别墅里,也只有杜曼雪屋子里有人,所以只能是往那间屋子里冲了进去。 莫小鱼和杜曼雪刚刚进行完一场激烈的运动,刚刚躺下歇息,哪知道姬可欣居然推门而入了,当莫小鱼听到声音打开了灯后,屋子里的一幕可算是香烟至极。 姬可欣,你,你怎么?杜曼雪也是大吃一惊,唯独莫小鱼显得不知所措,一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样子。 你什么你,让我进去? 姬可欣倒是不客气,三步并坐两步,居然跨上了莫小鱼和杜曼雪的床,拉开杜曼雪的被子,就钻了进去。 莫小鱼和杜曼雪面面相去,莫小鱼不支声,最后还是杜曼雪说道, 可欣,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,你和她在一起时,我也没去你家里钻你的被窝吧。 不是,我不是那意思,不管,我是坚决不回去了。 杜姐,你家里,你家里怎么有蛇呀? 姬可欣蒙着被子,吓得浑身发抖,都说不出一句整话了。 杜曼雪看向莫小鱼,那意思是你怎么把蛇弄到隔壁屋里去了。 在这里你不是害怕吗?所以就,莫小鱼想解释一下,但是还没解释完,就被杜曼雪一脚踹下了床,说道,你去隔壁睡,我们在这里睡。 不是,我的意思是,这么冷的天,要不我一起挤挤吧。 莫小鱼恬不知耻地说道,滚,再不滚我关灯了,你看看把她吓得,再吓出个好歹来,你就满意了是吧? 杜曼雪恨恨地说道,莫小鱼无奈,只能是去了隔壁饥可心的房间,去凑合一夜了,不过钻进被窝里后,莫小鱼果然是摸到了那条小蛇,哎,好心办了坏事了,本来是想着大被童年呢,没想到被逐出来的是自己。 你没事吧? 莫小鱼走了之后,杜曼雪摸着鸡可心皮肤,问道,没,没事,蛇,你家里有蛇,我明天一早就走,不在这里住了,太吓人了。 鸡可心依然是哆嗦着说道,那不是我家的蛇,我家里没蛇,那是莫小鱼带来的,这个混蛋刚刚吓了我一大跳,怎么会跑到你床上去了? 杜曼雪说道,时,什么?他带来的,这个混蛋拿拿玩意干啥,从哪拿来的? 姬可心的愤怒可想而知,不由地质问起杜曼雪来。 杜曼雪又把莫小鱼说的话向姬可心解释了一番,气得姬可心,那是一佛出世,二佛升天,但是又不敢去隔壁找莫小鱼算账,就这么一直到了早晨,他才沉沉睡去。 莫小鱼下楼时,杜曼雪已经做好了早餐,他没事了吧? 莫小鱼没看到饥渴心,于是问道,他没事了,但是你的是大了,他昨晚的确是吓坏了,这不,到现在还没起床呢? 你待会上去看看他,我上班要迟到了。杜曼雪说道,他不去上班,电视台的事很多还没捋顺,过段时间再说吧,我先走了。 杜曼雪说着,拿起几片面包出了门。莫小鱼凑合着吃完早餐,姬可心还没醒来,于是上楼去看了看他,哪知道姬可心昏昏沉沉不说,高烧得厉害,看来是昨晚被吓坏了。 莫小鱼无奈,只能事先把姬可心送去医院再说了。到了医院,医生说要住院观察,无奈,莫小鱼只能去为姬可心办理了住院手续。 哪知道在办理住院手续的大厅里,莫小鱼看到了来检查身体的杨艳妮。杨艳妮刻意没有穿警服,还戴着墨镜,但是莫小鱼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 于是走到了他的身边,小声说道,杨局长,这么低调啊,来这里办理公务吗?杨艳妮是在等电梯,没想到居然有人认出了自己,吓了一跳,一回头,看到是莫小鱼,心里倒是有点释然了。 你怎么在这里?杨艳妮问道,我来这里办点事,没想到遇到了杨局长,有时间吗?找个地方坐坐。 莫小鱼问道,可以,我先去做检查,待会我联系你。杨艳妮说道,杨艳妮和莫小鱼一起进了电梯,医院里的电梯总是人满为患。 好在莫小鱼和杨艳妮都在最面前,但是进了电梯之后,这就意味着在最里面。 莫小鱼和杨艳妮挤在了一起。 莫小鱼刚刚就注意到,杨艳妮今天穿的居然是短裙,黑色打底裤,高跟鞋。 连想到杨艳妮说,等一下要去做检查,不由地笑了,趁他人不注意,向他的身边歪了歪。 在他耳边说道,杨局长穿这么一身,是不是为了方便检查啊? 杨艳妮一下子被莫小鱼说中了心思,不由地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,但是没说话,而是向旁边闪了闪,可是电梯里就这么大点地方,能躲到哪里去? 莫小鱼和杨艳妮不在一个楼层下,等到莫小鱼出了电梯后,杨艳妮明显松了一口气。 这段时间这个家伙也不知道跑哪去了,自己一直都在等着他找自己,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。 关于与莫小鱼合作的事,他想了很久才下定决心的,因为他发现,自己在面对慕英泽时是真的没有任何的胜算,而且这事又不能和任何人说。 好在莫小鱼是发现了自己和慕英泽之间的女感情,和她合作,自己也是无奈之举。 一个小时后,莫小鱼接到了杨艳妮的电话,约在了医院附近的咖啡馆见面。 饥渴心正在书页,莫小鱼交代护士留意下,自己出去一趟,待会就回来。 坐吧,找我干什么?杨艳妮像是没事人似的,问道。 莫小鱼倒是没这么着急,要了一杯咖啡,不怀好意地看向杨艳妮的腹部,被杨艳妮摆了一眼,她微微攻腰,将自己的腹部藏了起来。 哎,你这么藏,怕是藏不住的,确定了吗? 莫小鱼喝了口咖啡,问道。 什么?杨艳妮不解地问道。 到底是谁的孩子? 莫小鱼坏笑道。 滚蛋,你要是和我讨论这个问题,我先走了。 杨艳妮说着,就要去摸身边的包。 你走也没问题,但是这个孩子的是谁的,这可关系到这件事怎么操作,你连这件事都确定不了,那接下来怎么办? 莫小鱼收敛了笑容,问道。 杨艳妮的手缩了回来,捧着一杯水,沉没了下来,接下来该怎么办? 她要是知道,接下来该你们办,就不会在这里忍受着莫小鱼冷嘲热讽了。 你到底怕她什么?或者说她掌握了你什么东西? 以至于让你心甘情愿地受她折磨,我知道,人是社会动物,总有些东西是自己害怕的。 但是你是国家工作人员,她只不过是一个商人而已,说句不好听的话。 商人的财富在这个国度里没有任何意义,说拿走就可以拿走。 虽然你不至于有那么大的权利,但是也足以自保吧。 莫小鱼轻声问道。 你不懂,要是由你说得这么简单,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 穆家的强大不是你看到的表面这么简单。 杨艳妮说道。 我知道,你老公肯听穆英泽的话去绑架我,甚至要杀了我。 这足以说明穆家父子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了,但是我只不过是个小角色,你不一样。 你是公安局的局长,难道连自保的本事都没有? 莫小鱼轻声问道。 局长。 杨艳妮冷笑一下,继续说道。 我这个局长不过是别人给的,想什么时候拿走,就什么时候拿走,这都是一句话的事。 杨艳妮说道。 你是说龙顶天吗? 莫小鱼问道。 据我所知,龙顶天是穆家的后台,这不假,但是绝不是唯一的后台,在这唐州市。 还有多少人是穆家暗地里培植的势力,我也不知道。 而且,这只是在唐州市。 穆家的触角也在向上爬,结交了不少更高层次的达官贵人,势力之大,难以想象。 要不然,唐州市那么多上访告穆家在拆迁中出人命的事,有哪个人赢了? 杨艳妮像是在和莫小鱼说话,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道。 人过流明,厌过流生,穆家既然做了这么多事,肯定不是一点痕迹都没有。 我想知道,这些事都是穆英泽一个人在操作吗? 还是他儿子在负责? 莫小鱼问道,不,穆英泽和他的儿子关系并不是很好,替他操作这些事的是一个女人,叫灵狐蓝心,是英泽集团的董事会秘书,是他在帮着穆英泽处理这些事。 杨艳妮说到灵狐蓝心时居然脸红了,莫小鱼很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。 灵狐蓝心同时也是穆英泽的情妇,是吧? 杨艳妮点点头,继续问道,那这么说来,你和灵狐蓝心应该很熟悉了。 你想问什么? 杨艳妮恼怒地看着莫小鱼,她认为莫小鱼这么问是在羞辱她,这些事本来就是难以启齿。 这家伙还这么明目张胆地问,那接下来是不是该仔细描述了? 我是想说,既然穆英泽那里一时半会打不开缺口,那么不妨从灵狐蓝心这里试试。 既然你们认识,这事不就好办多了吗? 莫小鱼喝了口咖啡,好整以侠地说道。 莫小鱼的话让杨艳妮眼前一亮,但是随即就摇头道,这个不大可能,灵狐蓝心这个女人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,对穆家父子是死心塌地,很难撬开缺口。 杨艳妮说道,对穆家父子死心塌地。 这是什么意思? 令狐蓝心是穆英泽的情妇,你也说了穆英泽和穆正其关系不是很好,她怎么会? 莫小鱼玄机想到了一个很可能存在的问题,那就是灵狐蓝心同时是穆家父子两人的情妇。 因为,她和他们俩都有关系,而且我也是听说,不一定是真的,可是以穆家父子的无耻来说,这件事很有可能是真的。 杨艳妮有点犹豫要不要将这件事告诉莫小鱼,但是自己和她合作,本就是互不相信。 如果自己不拿出点猛料来,她可能对自己还是不信的成分多。 什么事? 莫小鱼问道, 我听我老公说,穆英泽和穆正其关系不好,很可能是因为她的儿媳妇陈南路。 杨艳妮只说这么一句话,就闭口不言了。 但是莫小鱼却是一击灵,怎么还和陈南路扯上关系了? 现在董子墨可是和陈南路打得火热,所以莫小鱼对陈南路的事很敏感。 关陈南路什么事? 莫小鱼问道, 我也只是听我老公说了那么一句,穆英泽可能和陈南路不干净。 杨艳妮看了看周围, 小声说道, 我靠,还有这事? 莫小鱼吃了一惊,问道, 很可能是真的,陈南路和穆正其刚刚结婚时,关系还不错,但是到了后来,两口子就不好了,而这一次又闹出来陈南路和一个画家有染的消息,这事就更加复杂了。 杨艳妮说道, 你说的那个画家是我师兄,我也很想知道陈南路和我师兄到底是真的还是被人污蔑了。 莫小鱼问道, 这是我还真不知道,也说不定是你师兄拿了人家的钱才办这样的事吧。 杨艳妮不屑地说道, 那这么说来,这件事还真是不一定呢。 莫小鱼问道, 没有证据的是我从来不下结论。 杨艳妮说道, 嗯,我给你的药,你给他用了吗? 莫小鱼想起自己曾经给了他故意依配置的断根伞,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 没有,我根本没有机会。 杨艳妮说道, 没有机会。 什么意思? 莫小鱼不解地问道, 杨艳妮一阵气节,没有机会就是没有机会,这还有为什么吗? 他不愿意解释是因为每次莫英泽到他的家里去,滴水不沾,什么东西都不吃不喝,怎么可能让他扶下去? 而且,当自己被他叫到英泽集团总部去的时候,在那里,自己更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 别说让莫英泽吃自己带去的东西了,还要被迫喝他配置的东西。 喝了那些东西后,自己觉得自己更加的不知廉耻,更加的配合莫英泽很多的变态玩法。 而且,莫英泽的办公室有专用电梯,直到办公室楼层,楼下有保镖把持,他到了楼上后,先被灵狐蓝心带到一个房间里沐浴换衣服,而且是莫英泽提供的各种情趣衣服,在那里才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呢。 既然是合作,你不坦诚,我怎么帮你?你要知道,这件事,你的利益比我的大,这一点你承认吧,再说了,不为别的,就算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,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。 莫小鱼不耐烦地说道,杨叶妮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,她说得没错,自己现在都这样了,还有什么可隐瞒的。 但是这些话真的是难以启齿,尤其是在这样大庭广众之下,杨叶妮还是有些放不开,可是越是如此,莫小鱼就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有不少的事,撬开了杨叶妮的嘴,就等于是打开了通往穆家的一条通道。 说不说,不说我走了。 莫小鱼威胁道。 我说,杨叶妮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,咬牙切齿道。 莫小鱼,我说了我知道的,你要是敢耍我,我和你没完。 莫小鱼点点头,知道这里面肯定还有不少自己不知道的事,他要慢慢地,一点点地抠出来。 穆英泽其实就是个变态,而且这个人喜怒无常,如果我只是做他的情妇,我也认了。 有钱,有地位,可以给我我想要的地位,但是这个人很变态,而且我看得出来,他现在已经不行了,每次都吃很多药。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药,但是我能确定的一点是,他对他的女秘书灵狐蓝心言听计从。 莫小鱼是一个很好的听众,杨叶妮一直在说,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,而且还是大概地说了说,还有很多的细节没有说,尤其是涉及到自己的问题时。 一句话带过,很少涉及到自己。 虽然这是人的本能,谁也不愿自己的丑事被别人知道,但是莫小鱼猜测,杨叶妮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。 就这些。 莫小鱼见杨叶妮不说了,问道。 就这些,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。 杨叶妮点点头说道。 莫小鱼想了想,问道,下次他会什么时候去找你? 我不知道。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,既然你不能保证他能喝下你的东西,你就不能换个思路。 莫小鱼问道。 什么意思? 莫小鱼向杨叶妮招招手,示意他弹过身来,两人虽然隔着一张茶几,但是双方都探身的话,还是很容易就离得很近了。 莫小鱼说道,下次他再去找你的时候,你可以。 莫小鱼低声说着什么,杨叶妮虽然听得渐渐脸红了,但是却始终都没有躲开。 直到莫小鱼说完了,杨叶妮狠狠白了莫小鱼一眼,说了一句,流氓。 抓起自己的包离开了咖啡馆。 直到杨叶妮出了门,莫小鱼才想起来,这娘们居然没结账,自己不但管着出主意。 还得搭着这钱,真是亏大发了。 沃佛寺的那间不起眼的房间里,明空和尚和梅文平相对而坐,中间摆着一碗简单的早饭,地瓜粥,早已没有了热气。 这个地方只有明空来这里,这个丑陋的人基本不会出现在寺院里,所以没人知道寺院里还有这么一个人。 梅文平想要下山时,基本都是在后半夜悄悄从后门出去,然后也是在半夜里回来,反正他已经那么难看了,也不怕有人会吓到他。 你可想好了,如果这件事做不成,所有的线索就都断了,几十年的的辛苦也就白费了。 明空说道,虽然明空这里只是一个安全屋,但是和梅文平接触得多了,也知道了这个已经中国化了的日本人在执行什么任务,可以说。 为了这么一个可能不存在的任务,梅文平搭上了自己的一辈子。 没法再等了,再等下去,我自己也没耐心了,更何况上面一直在催,我今晚下山,可能就不回来了,这些日子,多谢了。 梅文平弯腰谢谢明空道,不必要,都是应该做的,你自己一个人行吗? 明空问道,可以,人多了反而不好,我都跟了好多天了,那个叫墨小鱼的人回来了,我担心再不下手,以后就没机会了,必须尽快动手。 梅文平咬牙说道,好吧,既然你决定了,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,想好退路,一切就看佛主的安排了。 明空双手合十,算是为梅文平最后祈福了。 饥渴心终于醒了过来,但是看到的却是一片白色,歪了歪头,才看到坐在床前打盹的墨小鱼,亮着的灯有点刺眼,一时间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在梦中。 他伸手摸向墨小鱼的手,墨小鱼一击灵,睁开眼看到饥渴心醒了,问道,感觉怎么样? 说完,伸手去摸饥渴心的额头,稍总算是退下去了,墨小鱼心里稍微放心了。 我这是怎么了? 饥渴心咬了咬自己的舌头,感觉好像是真的。 你发烧了,很厉害,昏迷了一天了,这回才醒过来,我看看,哎哟,你睡了十多个小时了。 墨小鱼把手机给姬可欣看了看,说道,我什么都不记得了,只记得在杜姐家里抓到一条蛇。 姬可欣喃喃自语道,你那是做梦了,杜姐家里怎么会有蛇呢? 墨小鱼赶忙岔开了话题,说道,不对,我记得就是在她的家里,客房里,有条蛇,在我的被窝里抓到的,吓死我了。 姬可欣并没有随着墨小鱼的思路走,而是坚持说道,好了,好了,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,要不,我出去给你买点东西吃吧,你想吃什么? 墨小鱼继续做着转移话题的努力,问道,随便吧,能吃就行,看看有没有卖馄饨的,我想吃馄饨。 姬可欣欠了欠身体,墨小鱼摇了摇床,让他坐起来缓一缓。 那好,你等着,我这就去买。 墨小鱼说道,没想到的是,出医院门口时遇到了董子墨,这家伙不知道去哪里喝酒了,一身的酒气才到医院来。 不用说,肯定是来看陈南路的。 你怎么在这里?董子墨惊奇地问道,我的一个朋友住院了,想吃馄饨,我出去看看有卖的没。 墨小鱼说道,好,今晚光顾着喝酒了,给我买一碗。 行,没问题,待会给你送去。 墨小鱼赶紧让他进去了,董子墨一喝酒话就多,这个毛病墨小鱼是知道的。 象律师,观众读价格兰一喝酒。 2。 墨小鱼赶紧让他送去。 墨小鱼赶紧让他送去。 墨小鱼赶紧让他编誅,但是把人家随了。 墨小鱼赶紧让他的状况值。 墨小鱼赶紧让他三天。 墨小鱼赶紧让他回首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